无人机在加州最大的内陆湖索尔顿海拍摄的视频显示了该州自1977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干旱炙烤了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,促使加州农民离开农田,并且导致几个州实行水和能源配给 由于暴露的淤泥被带到周围地区,索尔顿海海岸线的后退已经造成了生态危机 近几个月以来,美国主要农业区的严重干旱也进一步恶化,威胁到爱荷华州、明尼苏达州和达科他州最近种植的玉米、大豆和春小麦 农业是加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,该州是蔬菜、浆果、坚果和乳制品的主要产地